这是104年的考题 考的重点是恒星日跟太阳日 那很基本的概念就是 当我们以太阳为基准 两次正对太阳 两次正对太阳 那代表就是两次正午12点 那这样的时间周期 我们是用太阳定出来的 我们称为太阳日 平均下来大概是24小时左右 所以一天24小时 应该是面对太阳 而不是遥远的恒星 因为如果我们对准遥远的恒星 就是这个绿色线所指的 同一颗遥远恒星 那么这是刚好地球自转360度 也就是说当地球自转同时在公转 那两次正对遥远恒星的这段时间 地球整整转了360度 指向同样遥远恒星 这时候是以遥远恒星为基准的恒星日 那必须要再多转这个角度 也就是这个角度 大约一度左右而已 这大约是一度左右 那这样子才是两次正午 也就是所谓的太阳日 所以太阳日24小时 是延续两次正对太阳 所以这边写错了 两个都是写反的 那太阳日是两次正对太阳 所以太阳日 是地球自转361度 那我们规定 它叫做24小时平均而言 所以24小时指的是自转361度 因此恒星日它所需要的时间 会短了4分钟 比太阳日短 短了大约4分钟 好所以这个应该是对的 那当然这个是错的 那虽然太阳是一个恒星 但它距离我们比其他恒星近的很多 所以这两个并不相等 而是有一个4分钟左右的差异 好这是基本的太阳日跟恒星日的定义 跟差异的考题 那109就是今年的学测 它用到了一个数据 就是它研究一个不明电波 然后它的最大值的周期是23小时又56分钟 换言之 这个就是所谓恒星日周期 长度等于恒星日 表示它所侦测的这个来源 应该来自于遥远的恒星 或者是它的来源应该比我们非常的遥远 那就会相当于 恒星日的概念 那以这个题目来说的话 这些离我们比较近的 这些天体当然都是错的 那地球电离层的变化 主要跟太阳照射有关 因为它是太阳的高能短波辐射所 照射使得高层 我们地球增温层 中气层这些高层的大气 游离化的结果 所以它跟太阳照射有关 因此它的周期就算是有这个现象 也应该是24小时的周期才合理 所以答案B会比较正确 接着我们来看这道考题 这道考题有几个做法 那当然前提是它必须要符合夏至 是北纬40.7度 这个地点的太阳 升落轨迹 那特洛伊位于北纬40.7度 这题的简单解法是 利用节气与日升日落的位置来判读 以春秋分来讲 这个背起来比较快 以春秋分来说 太阳会从正东升起 正西落下 所以以这张图来看的话 太阳从正东正西升落的 那就是代表 A跟C应该是春分 或秋分 那当然就不符合夏至这一点 然后夏天升落位置会偏北 东偏北升起 西偏北落下 不管在哪个半球都是如此 那冬天就是偏南 当然最北最北 东偏北 偏的最北的是在夏至 最偏南的是在冬至 那以这个日出的范围而言 这是东偏北 所以这个是夏至的情况 而这个则是东偏南升起 西偏南落下 那很显然 这个应该是比较接近冬至的情况 如果我们用日升日落的位置 就可以判断答案应该是第二个 第二个 那虽然他只有考这样子 我们还是用另外一个方式 让各位理解一下 如果以这张图形来看的话 第二个重点就是太阳升落轨迹 永远绕着我们的地球自转轴 自转轴在这个天球模型上的画法是以观察者为中心点 然后去画一个贯穿过观察者 也是这个地面中心的这一点 它会有两个极点 这两个极点分别是面对北方的天北极 北极新车在的附近 我就画一个星号来代表 那意味着这个应该是北半球某个维度所看到的结果 那这个我们假设它是40.7 那这个就是北纬40.7度 这个也是一样 你可以把太阳升落轨迹想象的平面 然后它有一个直径或半径 找一根跟它互相垂直的轴 以上朝天上这一头来讲在北方 所以这两个都是北半球的 A跟B都是北纬的情况 都是北半球的情况 而同样的方法 你会找到C跟珠 C跟珠跟这个轨迹互相垂直这根轴 都是指向南方天空 那应该是天球南极 南天极天南极都可以 天南极偏南 所以这两个C跟珠应该是南半球的情况 那当然就不可能是答案的 那当然这两个要判读 就是要利用这个轨迹当中的日出日落 或者利用这个天顶角 不过这天顶角的计算 这天顶角的计算 用这个图去解会不好解 所以一般我们都要讨论太阳直射点跟天顶角的关系 会建议各位用日新所有概念去解题 假设这是我们地球的赤道跟南北极 那今天如果是夏至 太阳应该直射北回归线 跟赤道夹23.5度 也就是说今天太阳公公 黄道面应该是在这个方向上直射北回归线 23.5度的位置 而同一时间北尾40.7度 我大概画一下 我没有很准 这个是40.7度的话 那么对这个观察者来说 太阳也是从平行黄道面的方向照射过来 它的天顶角画法就是把千锤线画出来 那你就很清楚可以看到 这个天顶角的大小 会等于这一个角度 而这个角度就是两地的纬度差 也就是40.7 这个角度 跟这个角度一样大 这个角度就是40.7 减掉直射维度23.5 因为夏至太阳直射这里 那减出来的结果应该是17.2度 所以这个17.2度 可以辅助作为确定之用 但事实上因为是选择题 所以你只要从日出日落 其实答案已经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了 那几个 不管我们用地轴 找到天北级 找这个维度 日出方位 还是正午的天顶角 都是很容易 都是可以确定 答案应该是第二个选项 那你会的技巧越多 当然解这种题目会越精准 不过以这种概念来讲 这一题只要用 日出日落 跟季节节气的关系 就注意解题了 难度不算太高 接下来这是早期的考题 这一题的重点是 冬至该地区 就是北回归线的正午 每公分每一分钟接受太阳辐射 应该是夏至正午几倍 夏至是太阳直射的 一个斜射一个直射 谁会获得热量多 如果我们不要计算 你用观念来推演 就知道冬天阳光 照射角度比较偏斜 比较弱 比较弱应该小于一 以倍数关系来讲 选项其实只有 这个选项是小于一的结果 其他这个不是大于一 就是等于一 所以这题根本不用算 就可以知道 答案会是这个 那如果你要计算的话 它的方法是这样做的 假设我们地面上 有一束光束 垂直地表照射下来 那我们假设这一束光束 宽度是一公分 一公分 有一个单位的阳光 强度照射下来 那它就会集中在一平方公分 假设它是一个 类似这种形状的 边长都是一公分的光束 那这时候 它的一个单位的能量 是分配给一平方公分的面积 这就是它的照射强度 照射强度 假设同样时间 那今天如果阳光照射的角度 是45度 注意哦 这束光束的宽度 还是一样一公分 只是变斜射的 那它其中有一面 会分散开来 所以这样还是一公分 那如果题目告诉我们 这个45度 那这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一一 这个应该是根号二 所以它的有一面 就会放大成 根号二平方公分 也就是同样的能量 一个单位的能量 会分散成 根号二平方公分 那当然 每一平方公分 获得能量 就会变少了 因为面积分散了 所以答案就是 根号二分之一 你要这样仔细算 还是可以推演出来 那一般而言 按照这个比例关系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入射的强度 阳光照射的强度 就是每一平方公分 在单位时间内 获得的日照强度 会等于 sin θ θ θ指的是太阳的羊角 太阳的羊角 所以如果 如果 正比 如果今天是90度直射 那就是sinθ 1 那如果是45度 就是根号二分之一 越偏斜的话 羊角越低的话 这个数据就会越小 如果你要 记这些事实去硬考的话 第三题 是 也是比较新的学测考题 主要重点是 我们虽然知道 地球与椭圆形状轨道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椭圆的扁平率 是非常非常小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近日跟远日点 的差异 距离 距离差 以现在的情况 只会造成大约3%的 日照差异 就是非常小 所以我们的季节变化 并不是来自于 我们距日远近 而是来自于地轴倾斜 造成的结果 所以地轴倾斜 才是季节的主要成因 因为目前我们地轴倾斜 是23.5度 因此 对我们而言 就算它的轨道 变成正圆形 现在也几乎是圆的 差异比例 大概只有 三百分之一的扁平率 非常非常的小 因此 如果其他条件都一样 季节应该还是存在的 应该还是有季节存在的 那并不会有一个 颠倒的现象 也不会没有季节变化 因为远近并不是主因 这个只是略微影响 长期气候的差别而已 所以在气候变迁的时候 我们会提到 米兰科威奇定理 讲到地球轨 地球形状的 轨道形状的改变 那那个周期有十万年 才会影响我们的气候 冷卵的变化 也就是它对 每一年的季节变化 基本上没什么影响的 季节还是存在的 季节还是存在的 而且它基本上 并不会产生明显的差别 这一题是有一点难度的 因为你要知道 那个尺度的大小 你要知道尺度大小 所以我们即使是正圆形 也就是这三part的比例变化 季节的差异 还是会非常小 它的周期变化 也都是要数十万年 才会看出 有四十万年的周期 所以其实一年的 冬夏两季的温度 几乎没有受到距离的改变 而造成影响 因此我们答案要选第五个 这题有点难度 再来我们来看这道考题 这道考题当年也考导一群人 这一题的重点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拍摄地点 另外一个是拍摄的日期 也就是季节 应该是在哪两个节系之间 或者是如何推理 首先第一个重点是 这个考题是问日落 然后它重复曝光这些影像 去叠加起来的 好 假设它某一天拍摄 是左侧这个 来我们来看一下 重点就是 这个轨迹 并不是太阳真正在运动的结果 而是我们地球自转 造成的周日运动轨迹 所以解法跟做星星月亮都一样 当我们看到天体的轨迹 运动轨迹呈现这种模式 那我们就知道 它是绕着地球自转轴来转的 你要画一个 跟它互相垂直的假想轴 这个假想轴 就是地球的极轴 有两头 那我们不妨把地平线画一下 当然可以画低一点 我就顺着这个位置画好了 好 假设这条绿色线 是我们的地平线 那你会知道 它有两头 一头朝向天空 那如果今天在赤道 这个轨迹应该会垂直于地面 而这个红色 这根假想轴 应该平行于地表 所以这个不会是赤道 会这样斜斜深落的 只有在赤道以外的地区 如果是两极 它整个就平的了 好 那以这张图形来说 题目的重点第一个 它是日落 所以我们代表 我们是大致面对西方来观察 当我们面对西边的时候 右手边就是北边 左手边就是东边 所以方位要会认 而天极是在朝北的方向 所以这就是天北极 或北天极 或天球北极 北极星大致在这个方向 那因此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知道 看得到北极星 应该是北半球 你进一步还可以知道 这个角度就是纬度 而这个星星移动 轨迹跟地面的夹角 跟它夹起来永远保持90度 所以这个角 就是当地的纬度 那其实这个大概就台北市拍的 纬度大概25度左右 这是ABC判读地点的做法 第二个重点是 它告诉我们经过一段时间后 又拍一次 叠合结果会向右方移动 重点来了 今天如果在这里 之后变成到它的右手边 也就是太阳落下的位置 一直在朝哪边偏 朝北偏 越来越偏北 这是用日落的位置来推测 季节的概念 一般而言 如果是春秋分 日落的位置会正西方落下 正西 然后过了春分之后 到夏至 它会在最西偏北 会是最西偏北 然后它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偏北 所以以这个图形来看 它是越来越偏北 然后呢 过了夏至之后 它会回头 所以在它的夏至到秋分过程 它又会逐渐往正西方向 等于往南偏 然后过了秋分 到冬至 会最西偏南 西然后偏南的方向 所以以夏至到秋分到冬至 夏往冬的方向 都会越来越难 当然是西偏南 以日落来讲 而冬至往夏至 就是夏 冬天往夏天的方向 这是越来越偏北 以这个图形来看 它是越来越偏北 所以以这个线索而言的话 就是应该是往夏往冬的方向 所以夏至之后 冬至之前 这是最合理的 夏往 抱歉 反了 应该是夏往冬 或者是秋往冬 或者是夏往秋 都是属于这个 都是属于越来越偏南的 写反了 那这个越来越偏北 应该是从下 从东往下 会越来越偏北 因为夏至最北 最偏北 所以大家应该选 这个才是正确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些补充的资料 我们很快看一次 当然考试你要看 它是讲日落还是日出 我们先看日落的 这两 上面这两张是日落的 做法就是 把太阳轨迹画出来 几种表现出来 认识方位 面对西方的右手边 左手边 分别是北边跟南边 那表示这个方向 是面向北边 应该是天球北极的方向 那就可以知道 这是北半球看到的结果 而这个绿色线 当做地平线的话 天级的阳角 应该就等于 当地的维度 加上太阳轨迹 跟地面的夹角 角壁 合起来永远保持90度 有时候你会看到 看到的叠合套片 是比较平的 就是比较贴近地面的 那代表它是高维度的结果 因为你可以这样想 假设是完全垂直升降的 那只有赤道会发生 只有赤道会发生 如果是越接近直的 那代表是维度越低 而如果是两极 你会看到太阳 在天空上的轨迹 都是平行于地面的 那越平代表维度越高 所以可想而知 右上角这张图 应该是高维度的 我们可以很快画一次 同样的技巧 这根轴 一样可以画出来 然后这个一样 面对西方 右手边是东方 跟这是北方 所以这个朝天上这一头 一定会指向天极 而这个角度是比较大的 代表它是高维度 看到的日落轨迹 好 下面这个是面对东方看 所以是日出的范围 那以日出来讲的话 抱歉 这个我先把 以日出来讲在东方 所以你会发现 它在冬天的时候 面对东方 右手边是南边 所以它在冬至会最偏南边 而夏至则是最偏北边的日出范围 所以太阳的出现方位 每天都会不同 那越来越往南边 或者越来越往北边 这个方位要认得 再来就是轨迹 以轨迹来说的话 这个轨迹升起的方向 应该是绕的这根假想轴 北半球来讲的话 天北极应该朝向北端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你就可以知道 它的绕行的方向 应该都呈现这种平行的结果 这道考题的重点是 要找急区 要找急区 那我们用地球来推理就可以了 以地球来讲 我们的轨道倾角是23.5度 所以我们的回归线就是 23.5度 北纬到 赤道到 南纬23.5度 之间 那这个范围是太阳 一年下的直射范围 而跟这个角度互于的 66.5度 就是我们的北极圈 跟南极圈 那从这个角度到90度 就是从极圈到两极点 会出现 永咒跟 永夜的现象 所以 以地球来说 以地球来说 我们的 我们的 急区 就是会有 永咒 永夜的区域 那就是 66.5 到90度之间 这是地球 那会决定这个的因素 就在于 轨道的倾角 所以今天他如果问 丙行星 这个是65度 注意哦 这个是倾角65度 就像我们的是 23.5度 所以他的回归线范围 会在 65度 南北纬之间 直射的范围 会变大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极圈 如果极圈 跟尾线 会保持加起来 等于90度 那你就知道 它的极圈 应该是25度 所以从25度 到极点之间的90度 应该都是 永咒永夜 发生的区域 所以我们就可以推得 答案应该是 第二个选项 所以你记得 一个观念就是 当我们地轴 完全不倾斜 那就没有极区了 因为阳光 永远只是在赤道 两个极点 永远可以看到 太阳是从地平线 方向照射过来的阳光 越倾斜 这个极区范围 就会越大 季节变化 就会越明显 这是这题 所要带给我们的观念 有一点难度 第一个你要懂 极区是指 会发生永咒 当然冬天 就是永夜 的区域 它的范围会跟极圈有关 而这个极圈的位置 又会跟轨道倾角 就是地轴倾角 有关系 我给各位一张图形 当作补充 这个是地轴 完全不倾斜的 白天黑夜分布情况 然后我们可以简单这样想 轨道倾斜是零度 完全没倾斜 黄道跟赤道是重合的 那太阳会永远照着赤道 只有极点没有极区 就是地轴不倾斜 当然这种情况 就没有四季变化可言 这个是地轴倾角23.5度 也是黄道赤道 加23.5度 直射区就是尾线的范围 南北尾23.5度以内 而极区 则是66.5到90 南北尾 它的做法是这样做的 平行赤道 找到直射点 那这个就是 太阳如果从这边照过来 就是直射北回归线 如果从右手边这个方向 照过来就是冬季直射南回归线 我们这样来解读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 回归线的位置 而极圈的找法要找尘昏线 白天黑夜的交界线找出来 利用它的焦点 利用它这个焦点 跟地表的焦点 去找到平行赤道的极圈位置 那你就可以找到 这是北极圈跟南极圈 很好都一样 我们只看北极圈 然后这一条线 可以帮我们找到维度 这个维度就是当地的角度 比如说角A 然后呢 北极圈的维度 如果是角A的话 就是跟赤道夹角A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情角 就是维度角B 跟回归线一样 所以角A加角B 永远保持90度 因此这个情角 轨道的情角 如果是角B 就是回归线的维度 那极圈 角A加角会保持90度 所以我们地球 就是23.5加66.5 等于90度 好 那如果丙行星 情角是65度会是如何 我们很快看一下 情角65度 阳光直射的位置在这里 那你一样可以看到 看到它的这个位置会被直射 这是它的回归线 这是它的回归线 那如果是要找 如果找它的极圈 一样把成昏线找出来 这时候你要找的是 成昏线 跟两个 跟地表的焦点 然后你去把这条平行赤道的尾线画出来 你会发现 它的北极圈的角度 它的北极圈角度 跟赤道的夹角 跟赤道的夹角 应该是25度 因为它加上这个65度 会保持直角的状态 所以当鬼叫青角65度 就是黄道赤道 甲65度 直射区就变成 回归线是65度 而极圈就是25度 跟它护鱼 一直到90度 那这个都是属于 会有永坐永夜的区域 就是这里 这里会有永坐区域 从北极圈到它的北极 范围会变大哦 好 这是有关于找极圈的方法 找极圈 也是等于找永坐永夜区的方法 各位可以试试看 好 最后这一集很简单 我们很快看一下 这一集的重点是 海湾冬天12月的某一天 太阳是偏南的 所以如果你要放机车棚 你要先有一个概念是 机车棚通常只有棚顶 然后下面有柱子 那你车子停在里面 所以今天如果太阳公公 从这个方向照射过来 那你会发现 它的影子会在它的反方向 它的影子会在它的反方向 出现阴影 换句话说 如果今天这边是北边 那太阳公公在冬至这一天 正午左右 正午左右应该在偏南的天空上 照射过来 所以影子区应该是朝北边 因此你的机车如果停在这里 还是会晒到太阳 停在这个位置 还是会晒到太阳 那只有钉 因为整个棚子的影子会朝北边 那它停在这边 会所有影子都有可能会 落在它的车身上 来避免让机车被太阳照到 好 所以朝北边一点的就对 因为影子会偏北 这一题就用这个方式 就可以解题了 好 最后这边有补充试题 我们也看一下 这一题的概念是 只考虑偏北偏南 问哪一个是正确的 这就是课本里面就有的图形 那基本上冬天跟夏天来讲的话 夏天会比较偏北 冬天会比较偏南 这就是图形所显示的概念 春秋奔 正东升起 正西落下 然后夏天会偏北 冬天会偏南 然后一年当冬 它就会从春奔到夏至 回到秋奔 冬至 再从冬至回到春奔 所以它不止正午的位置会变化 日出日落的位置 也会有一个规律的变化 最后我们来看这两题 这道考题问的是千禧年第一天 就是1月1号 重点是这个日期 太阳会从哪个方位升起 那这边正东升起的话 只有春分跟秋分 也就是3月21左右 跟9月23左右的春分和秋分 那夏至6月22左右会最偏北 而冬至12月22会最偏南 那太阳升起的方位 过了冬至 它就会开始掉头 往正东方升起的方向 就是往春分方向移动 所以答案最有可能是在 这个范围内 偏南 东偏南 东偏南 那这个都把它画掉 问题来了 到底20还是30度 一般台湾这个角度 大概偏差25度 到23.5度之间 这个没办法记得很准确 所以这个有点刁难 但一般来说 大概是20度 会比较接近最后的结果 这等于是有点强迫 我们要稍微记一下这个数据 但其实这样记不太合理 好 再来这一题是问 作业温差 东京比台北大 那这主要跟纬度有关 因为台湾台湾的纬度比较低 所以昼夜时数的差异比较小 差异的比较小 所以 昼夜温差会比较小 以昼夜长度而言 赤道 赤道是中年都是昼夜等长 而纬度越高 白天跟黑夜的长度 随着季节变化就会越明显 最明显当然是在急区 因为还有长达半年泳洲半年的泳夜 所以我们可以反向过来想 如果你在赤道围住最低 座位会等长 然后维度越高 昼夜的差异 变化会越大 所以当然昼夜长度变化越大 你得积下来的白天黑夜的实验差 的温差就会越明显 这是早期的学测考题 考的比较基本的概念 那我们有关于 周年运动跟季节的地界学测 就在这边 那发给各位的讲义里面 有提到太阳的升落轨迹的部分 太阳升落轨迹的部分 那这部分各位在自己 简单阅读一下 太阳升落轨迹 在不同纬度看到的情况 当然通则还是优先去记 这里面的轨迹的差异 主要是太阳 太阳升落轨迹跟地面的夹角 那这个用基本常识也可以推理 然后这个事情各位要背熟的 你这个背起来 对考试会有比较快的解题的帮助 好 我会不会有比较快的解题的帮助 我会不会有比较快的解题的帮助